大家好,欢迎观看我们的博客 这次的博客是扫黄打飞 大家好,大家知道扫黄打飞是什么意思吗? 扫黄指清理黄色书刊、黄色印象制品及歌舞娱乐场所、服务行业的色情服务等 打飞是指打击非法出版物 为了做好这两个工作,中国政府还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,叫做扫黄办 所以大家应该知道了吧,黄色的东西和非法出版物在中国是违法的 但是,人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,越是被禁止的东西,越想试试 以上两种东西虽然在中国被严格禁止,但还是有人悄悄提供那样的服务 一些在日本是理所当然的事,到了中国可能是违法的哦 所以,大家去中国前,先了解一些中国的法律常识,也是很重要的 要不,小心扫黄办什么什么办的人来找你了 你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再见